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姐姐突然开播之后 书真的是每天都好坏了 这群姐姐美 酷 还非常的有梗 在这些姐姐当中 有一位着实是太抓人眼球了 别人是来参加 她是来参加选飞的 本来以为她非常的刚 但是没有想到 她不仅除了刚还非常的萌 网友玩梗调侃她说 魔玩长大了 一旦接触了这个设定的话 别说就是挺像的 宁静从节目开播之初 就已经是话题制造者了 这位以暴脾气出圈的老姐 我们必须好好闹了 网玩宁静 网友调侃非常精准 宁静确实是非常魔玩 在节目当中 姐姐一言不合就开队 节目组让她自我介绍 宁静就说 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 杜华问 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节目呢 宁静回答 她玩 采访的时候被主持人问到 一线问题 宁静说 我一直都是一线 来到这个节目 还要被不知道是谁的人点评 宁静说 这要是歌以前 我早骂人了 但是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长大了 现在签了合约 直率坦诚的另外一面 其实就是虎 而且呀 一直虎了很多年 丝毫没有改变 参加花儿语上年 给观众造就了 多少可挖的经典素材 郑爽说 她是最难搞的姐姐 毕竟是个 说撂挑子就撂挑子的姐姐 节目组安排好的行程 不满意就是不去 不去 我不去 观众给了她一个新的称号 说 不去姐 她的虎不是针对于娱乐圈的某一种 而是所有人 不爽就是要妈 还是新人的时候 有导演想要遣规则她 宁静是一个巴掌就上去 说去你大爷的 滚他妈一边去 提起火爆 宁静也进行过反思 是不是自己性格真的有问题呢 为此还专门把戏都推掉了 在家里边休养 然后电影炮打双灯 就找上门来了 拍摄电影炮打双灯的时候 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 其实很有意思的 所有参加拍摄的团队 没有一个人看过剧本 都是每一天到了现场 才告诉演员台词 需要演员现场去背词 然后在拍摄一场重要的哭戏的时候 宁静突然爆发了 那场哭戏被导演说的非常复杂 宁静从中午就开始 酝酿情绪了 结果开拍的时候 因为对现场的掌控力不足 宁静刚一开始哭 背后的太阳就落下去了 现场只能够重新再摆机器 如此反复来了几次 宁静已经很生气了 导演突然喊了一句 收工 宁静当时就懵了 火冒三丈开码 我他妈从中午哭到现在 你喊收工 傻逼啊你 叼三成姜文碰上宁静 也得干败下风 姜文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 不知道应该选谁 做女主米兰更加合适 顾长卫就给她推荐了宁静 姜文也没有立马 就把宁静当成第一人选 还很委婉地告诉宁静 如果没有选上 请不要生气也不要恨我们 宁静内心说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后来姜文还组了一个局 带着宁静和几个候选演员一起吃饭 比来比去也不知道究竟是要选谁 宁静哪能受得了这样的一个气啊 拍桌子就走了 后来呢女主递的她 在拍摄现场 姜文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姜文想要她学习北京话 学来学去别说北京话了 宁静最后连普通话都讲不利索了 那叫一个气啊 冲着姜文就是一通你呀你呀的骂 姜文说你爱讲什么讲什么 只要在片场别发火 别不给我面子就成 理由记得之前花儿雨上年的时候 有人说宁静走的就是这种直爽人生 这还真不是她的人生 生来就有的特色 小时候每天都打架 工作之后啊一言不合就开怼 在微博上面开思米演员内涵她 然后尽管后来澄清是误会一场 说现在的演员呢都是明星撑起来的 有人质疑她的国籍立马呢就把户口本给翻出来了 面对导演的时候呢都没有怂过的宁静 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小小的综艺 给自己塑造这样的一个直白的人设呢 但是张嘴就是大实话的宁静 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么有底气的 02.姐玩得起 无论是在采访当中被问及参加花哨时候的节目效果剪辑 还是现在忽然参加选秀 宁静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就是姐玩得起 这不是一句玩笑 她是真的玩得起 屡历漂亮 她的简历上面赫然写着 双料影后 这就是她玩得起的底气 宁静最巅峰的时期 国内能语之底间的艺人呢 就是巩俐 1990年还在做动画室的宁静 客串出演了电影冰上情火 之后获得了导演庄宏盛的赏识 出演了电影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的女主 出到三年注稳了当红花旦的地位 1994年出演炮打双灯 就是在片场骂导演的那部作品 在里边饰演因为要继承家产 而女扮男装的少女春芝 在影片当中 宁静有两个扮相 女扮男装的少爷 足够的俊俏和英气 而回归女儿身的时候 又非常的娇俏 也就是凭借着这部作品 获得了第42届 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1998年参演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宁静不惧一格的野性美 在影片当中展现的格外充满风情 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画面 米莱让她获得了33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宁静的第一部港产片就是搭档张国荣出演《新上海滩》 张国荣对于宁静的形容是这样的 很多女星美但是戏不好 戏好的又不够美 宁静是又美戏又好 说完还拉着宁静问大家 我的女主角漂亮吧 也就是拍摄这部作品 宁静受了重伤 在医院躺了一个月不敢动弹 电影《红河谷》要启动拍摄的时候 她的伤还没有痊愈呢 医生建议她不去 去了就指定要落下病根 她的想法是要去 然后她直接就冲上了高原拍戏了 红河谷成功了 宁静也再一次被认可 凭借着藏族少年丹珠 获得了第20届百花奖最佳云演员奖 但因为这部电影 她确实拉下了病根 至今不敢提重东西的 在1999年 又凭借着《黄河绝恋》 拿下了19届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必须要说的是 那会儿的金鸡百花奖的含金量非常之高的 都以为她会继续在电影事业上 创造新的高潮 转身就去演了电视剧 那时候电影和电视剧之间的鄙视链也是存在的 但是姐不在乎 嚣张密使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提起大悦儿就是宁静的脸 她从大悦儿少女时期演绎到了老年 每个阶段都急剧展现人物性格 少女时的娇羞 老年时的稳重 满有故事 大悦儿和《多尔滚》的故事结尾 至今都是输得一难听 而她在得知《多尔滚》去世的时候的演绎更是一绝了 没有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 也没有崩溃流泪 甚至一滴眼泪都流不出 眼里的难过和伤感 又随着神情溢出了屏幕 演过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塑造了非常多经典的角色 这就是她玩得起的底气 她惧怕什么呢 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自己一身胆气和浑身的实力 用双手搏来的成功永远都比用浮躁的人气堆砌的名气更加踏实 叔非常喜欢宁静的这一份自信 说我不是一线 那么就一起上街走一走 看一看是认识你还是认识我宁静 不服气 那就来比一比 怎么比 呀呗 这份自信不仅仅是现在的演员身上没有的特质 是整个娱乐圈都已经缺失的东西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